这个视频我们解几个有关函数的问题,很多同学都觉得函数很难。 不过,如果你真正掌握了我所讲的,你就会知道其实它还是很简单的。 你有时候怀疑它到底难在哪呢?其实函数就是两个变量之间的联系。 如果我们说Y是X的函数,意思就是给我一个X。 你可以把它想象成这个函数把X吃掉,把X放到这个函数里面。 这个函数其实是一系列的运算,可以说根据这个X可以得到Y。 你可以把它想象成某种框框。 这是个函数,如果给它一个X可以得到另外的数Y。 这个看起来有点抽象,X和Y是什么呢? 假设有一个函数,像这样。 假设一个函数的定义是这样的,对于任何X。 如果X等于,假设等于0,则Y等于1。 如果X等于1的话,Y等于2。 其他情况Y等于3。 现在我们定义了这个框框里面到底是怎么回事。 这里画个框框。 这只是一个随意的函数定义,希望能够帮助你们理解函数到底是怎么回事。 如果我让X等于,假设等于7。 Fx等于多少呢? F7等于多少呢? 把7带入这个框框。 你可以把它看成计算机。 这台计算机根据这个X和它的运算法则, X等于7,X不等于0,也不等于1。 是其他值这个情况。 因此得到3。 因此F7等于3。 F就是这个函数的名字,这个运算系统。 或者说联系,匹配,管它呢。 给它一个7,得到一个-3。 当给F输入7,输出3。 F2呢? 意思是X不等于7。 而是等于2。 函数里面的小计算机就说, 好吧,看看当X等于2的时候。 还是在其他值这个情况, X不等于0或者1, 因此Fx还是等于3。 因此F2还是等于3。 如果X等于1呢? 如果X等于1呢? 这样的话,F1。 要看这个法则。 这个地方,X等于1用这里的法则。 当X等于1时输出为2, 因此F1等于2。 这是F1等于2。 这个就是函数。 讲完这些,我们看看这几个题。 对于下面每个函数, 计算这些不同的函数。 这里已经给出来了不同的框框, 还有这些不同的点。 先看第80, 给出这个函数。 Fx等于2x加3。 当X等于-3时, F等于多少? X等于-3。 这是告诉我们X是多少, 结果是多少呢? 把-3带入每个X。 因此,等于-2。 我这样一遍你们知道我是怎么做的。 因此-3, 用个夸张点的颜色写吧。 -2乘以-3再加3。 无论哪里有X都用-3带入。 这样就知道这个黑框输出什么了。 等于-2乘以-3, 等于6加3等于9。 因此F-3等于9, F7呢? 像刚刚一样再做一次F7, 用黄色写。 F7等于-2乘以7加3。 因此, 这个等于-14加3等于-11。 我讲清楚一点。 把7放入函数F这里。 然后会输出-11。 这是这个告诉我们的, 这是这个法则。 这个和刚刚的这里做的类似。 这是这个函数的法则, 我们看看下面两个。 B我就不做了, 你们可以自己做着玩。 由于时间问题, 我做C题。 算一下F0。 这里用一种颜色, 我相信你会懂的。 F0, 看到X就把0带入。 负2乘以0加3。 这个等于0, F0等于3。 最后一提FZ。 这是个抽象函数, 这里用颜色标记一下。 FZ。 内容不同颜色写FZ。 只要看到X就把Z带入。 负2。 用Z代替这个X。 橙色的Z带进去。 负2乘以Z加3。 这个就是答案, FZ等于负2Z加3。 你可以想象一个框框, 函数F。 代入Z, 得到负2乘以。 Z, 不管它是多少, 再加3。 就是这样, 有点抽象, 但是道理是一样的。 和DC题。 我把这个擦掉, 空白处都被用完了。 把这些都擦掉。 和DC题跳过B。 你可以自己私下解一下B。 这是这个函数的表达式, 不好意思, 应该是C。 这是函数表达式, Fx等于11分之5乘以2减X。 把不同的X值代入, 把这些不同的输入代入方程。 F-3等于5乘以2减。 这个X用-3代入。 11分之2减-3等于这个等于2加3。 等于5, 得到5乘以5除以11。 等于11分之25, 看下一个F7。 对于这个函数, F7等于5乘以2减去, 把7带入X。 11分之2减7, 这个等于多少呢? 2减7等于-5。 5乘以-5等于-11分之25。 看最后两个F0。 等于11分之5乘以2减0, 这个等于2。 5乘以2等于10, 因此这个等于11分之10, 下一个Fz。 看到X就用Z代入, 等于5乘以2减Z除以11。 这个就是答案, 5分别乘进来。 这个和11分之10减5z是一样的。 还可以把它写成斜结式。 相当于11z分之-5加11分之10, 都是一样的, 这就是Fz的答案。 一个函数就是给我一个X。 得到一个输出, 得到一个Fx。 这个函数给它一个X就能得到Fx。 一个X对应一个Fx。 一个函数不可能。 一个输入对应两个输出。 这种函数是不存在的, 这是个无效的函数。 当X等于0时, Fx等于3。 或者当X等于0时, Fx等于4。 因为这种情况下, 我们不知道F0具体是多少。 它要等于多少呢? 如果X等于0, 它可能等于3, 或者谁晓得呢? 这个不是函数, 虽然看起来很像。 因此一个X不能对应两个Fx。 我们看看这些, 哪几个是函数? 要得出答案可以这样。 看这里的X, 随便找个X, 只有一个Fx与之对应。 这是Y等于Fx。 只有一个对应这个X, 得到这个Y。 你可以画一条竖线。 在任何一点, 画一条竖线。 一条竖线代表一个确定的X值, 只得到一个Y。 这是个有效的函数。 无论在哪里画竖线, 它都只相交一次。 这是个有效的函数。 这个呢? 画条竖线在这个地方。 对应这个X, 得到两个Fx。 Fx可能是这个, 也可能是这个。 对吧? 这条线和图相交两次, 因此这个不是函数, 就像刚刚这个地方一样。 对一个确定的X, 能得到两个Y, 等于Fx。 这个不是函数, 这里也一样。 这里画条线, 相交两次。 这个不是函数, 一个X对应两个Y。 和这个函数, 看起来有点怪。 看上去像个勾号, 但是你每画一条线, 它都只相交一次。 因此这是个有效的函数, 每一个X, 只有一个Y, 与它相对应。 只有一个Fx, 与它相对应。 总之, 希望这些对你们有用。 这个是最好。 是个很好的。 这些是什么? 那么, 不要紧张。 不不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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